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您看这个利率是不是会上调 或者在什么时候它可能会上调 对对对 其实利率这方面 我们看从2010年开始 这个利率都没有特征过 我说的是这个聚业会的利率都没有特征过 那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利率的会不会很快上调 我要不要把那个贷款锁起来 嗯 锁定 锁定下来 其实以我的那个看法 因为利率作为一个这个调控 经济的那个货币的证据工具的话 政府考虑的不光只是一个房产市场的问题 所以你看从2010年到现在 政府在很多政策方面有一些调整 就是因为它不想去用这个利率的工具 去把房产市场压下来 它是想透过其他工具 因为我们都知道加大经济还是比较脆弱 我们上个礼拜五我们的财长也说过 我们的出口方面还是比较有需要改善一下 所以我自己看了那个利率方面 起码要2015年底 甚至以后才会有机会调整 您的意思就是说它如果调 那么它调是不是它会 就是说调整幅度会很大 还是说它是一个缓慢调整的过程 对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 我突然间那个利率加上去我怎么办 所以我跟很多客户说 其实加了到政府 它对这个利息的调控是有某一个程度的安排 它通常是每个季度 调整是百分之0.25% 变上去的 它会先调整一下看看市场有什么反应 才慢慢去再做一个调整 所以如果我跟客人说 如果真的利率要上调的话 你可以再考虑把那个利息锁起来 当然我的客户我也会跟他们提醒一下 可能利息快要调整了 你最好考虑一下把利息锁起来 不用现在锁起来 很多客户就要现在锁起来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的 因为这个利息 你还是应该先享受这个低利率的优惠 那么现在就正好说到这个浮动利率 跟这个固定利率的问题 那就是说您给我们大家讲解一下 这两个这个方式贷款方式 就是说它各有哪样的一个特点吧 对对对 很多客户都对这两个概念有点混 他们很多时候就觉得这个固定利率是一个封闭式的 那个浮动利率是一个开放式的 其实我们在说开放还是封闭的时候呢 其实是另外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说这个浮动利率跟锁定利率都是一个封闭式的利率 意思说如果你现在签了一个五年的浮动的合约 如果你在中间你把它打破了 银行还是会有一个罚款 就是罚金作为一个它的损失 所以你说这个固定的话 或是浮动的话 他们都会有一个罚款 所以我们叫它是一个封闭式的一个贷款的条款 那开放式就是你随时可以把它还清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问题就是固定利率跟浮动率来的交 其实这个是比较个人性的一个问题 某些人对那个风险的态度比较可能也比较谨慎一点 他们就是恐怕利息会上调 那对他们来说可能固定利率比较适合 但是我本人觉得以目前的市场为止 做这个浮动利率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刚才也提到这个利率可能要到2015年底 或者2016年才会调涨 因为浮动利率有一个好处就是你随时可以把它说起来 但是如果你做了固定利率方面 你都回不去了 对 而且一般的话银行对那个固定利率的罚金会说的很多 所以很多时候客人去银行的话 银行都会说你把利率说起来了 因为对他们来说是对银行来说是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而且客人比较难把它打破 对没有反悔的这个 对因为那个罚金罚的挺重的 所以客人就比较难转到别的银行 对银行来说他会比较喜欢叫你去做这个锁定利率方面 对 许先生就是对于这个有些投资房产的人来说 买这个大地和旧屋是一个很认为一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手 投资的途径 对 但是这块可能就是说 但是很多人普遍反映就是说申请贷款是非常难的 对 这块呢您看看有没有给一些建议啊 或者这个应该怎么样能成功的操作这个事情 对对对 其实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有客户问到这个 旧房子该的那个贷款的方面的安排 因为我们都知道温东最近这个市场非常火热 对对对对 因为都是那个低的要求非常的高 很多人就是很多时候一个一个listing可能接到很多的offer 对对对对 往往都是没条件的啊 或者是比那个要加高好几万的 对对对对 去抢了百地 就是我们看得出来很多人都希望透过自己把房子推倒盖下来 能有比较喜欢的那种房子的那种模样啊各方面 那对这方面的贷款的话 银行其实也有一些的啊怎么说 他们也了解这个情况 所以啊特别是一些客户他本来已经有一个房了 他在买这个房子 然后那个房子本身也是很旧的话 银行往往都会觉得了 就算你没有这个打算他都会觉得你是要推倒了 就是推倒重建的盖新房 那变成所以啊这方面呢 啊要比较小心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例子啊 就是客人在买卖合约的时候 他写得很清楚就是房子会推倒了 因为作为贷款方面呢 银行是不可能只贷那个地的那个 就把地的那个贷给你 对它必须要有一个抵押 抵押就是房子嘛 如果你写得很清楚 在那个买卖合约上面写得很清楚 房子会推倒的话 那银行怎么会批那个贷款呢 所以你这个要啊可能地产经济方面啊 或者是客户方面要需要小心啊 另外就是啊 那要是如果是不是就是说 想这种就推倒重建的这块的那个 他的首付要求比例和其他的一样吗 还是要求比较高呢 其实当你贷款的时候啊 啊如果啊 都是根据一般的要求来贷款 对不对 那当然你盖完就是你买了那个地以后 如果你要另一笔钱去盖房子的话 那这个就要求比较难 可以说因为啊 建筑贷款呢我们说 啊银行是要求比较高 利息也比较贵的 所以可能客人要考虑的是 啊要有自己的资金 要是有一些信用的额度 去准备这个钱去盖这个房子 嗯 就是说你不要把全部的钱 买了那个房子 留一些钱来做这个盖房的准备 那现在就是说 在节目的最后呢 就是说能不能给大家就是说 对于想贷款 通过贷款买房的人呢 给一些这个比较具体的建议 有那么几条给大家总结一下 好 其实贷款呢 除了一般的银行以外 其实有很多金融机构 可以提供贷款安排 所以客户啊 在咨询贷款的时候呢 最好能够找一个房产的这个 贷款的经济 去了解一下 因为很多金融机构 它都是透过房产经济去 贷款经济 安排贷款 因为他们没有那种 我们说的是门面啊 分行这些去接受客人的 所以如果你在贷款方面 有很多问题的话 你不妨去咨询一下 因为都是免费的 对对对 另外方面就是 先考虑自己的那个首付 首付款啊 信用方面啊 还有收益情况 那在做这个贷款的时候 就更加的方便 但您是一直说 在买房的时候 要首先的就是说 准备好首付是吧 把自己的信用搞好 还有就是说 找一个比较 就是可靠的一个这个房贷经济 来帮你筹划整个安排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 好 谢谢 谢谢徐先生 谢谢你 贷款买房 每个人的条件各有差异 十分需要贷款经济 为您提供专业的意见 您不妨多与他们联系 获取正确的信息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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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